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大家好 收看股市永胜 在今天王良会员手上有一档股票 他不但大涨 他还涨停板 他不但涨停板 他还创下了波乱新高 他不但创下了波乱新高 他还让我所有的会员 让买的人全部都赚钱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股票 他具备什么样的题材 在待会的节目当中 王良会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 我在买股票的时候就告诉过各位 我在二月份带会员去买 对不对 到了三月呢 王良会告诉各位 他为什么会涨 而这档股票 当王良在带会员买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我打了相当相当多的电话 我一个一个来告诉会员 为什么要买这档股票 告诉会员要在多少钱以下呢 下去买 告诉会员你可以买进多少张 使用多少的资金 最重要的是 王良还告诉会员 这档股票他为什么会涨 还有他什么时候会涨 那么为什么王良会这么做 为什么在新春开红盘连续五天 王良买的都是同一档股票 王良每天打的都是同一档股票 我告诉各位 因为我希望真正的能够让会员 从股票的身上去赚到大钱 我还记得有一个会员 他的年纪呢 已经八十几岁了 八十几岁了 我跟大家说 他跟我说 他说 王老师 我很信任你 他说 王老师 我很信任你 我跟各位说 我听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跟王良说 我很信任你 其实王良心里面呢 是感到很感动的 是感到有责任的 是感到有压力的 可是我跟大家说 我会扛起这一份责任 而王良为什么要一个一个打电话 告诉会员去买哪一档股票 我跟大家讲 原因呢 其实我说过 做股票比的不是涨停满 而是未来谁会涨最多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创新高的没有 我告诉各位 并没有 但是呢 王良带会员买的股票 他不仅仅是涨停满 他今天还创新高 对不对 而我也跟大家说过 这种机会呢 不会常常有 更不会天天有 所以趁便宜的时候要多买一点 当涨势发动 就能够直接坐在轿子上 我知道 每一个股票老师 都会有涨停满的股票在节目当中表演 对不对 或许呢 那些都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在股票快要涨停满的时候下去买 那么在节目当中就有涨停满的股票了 可是我请问各位 这么做 会员能够赚到钱吗 会员能够赚到明天的价差吗 王良带会员买的时候 股票呢 根本就还没有开始涨 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动 但是 王良很早以前就已经决定了 这一个计划 就已经决定了我要这么做 这一档低价转机股 就是呢 王良在新春开完盘之后 连续五天通知会员买进了股票 在今天我告诉各位 开盘之后没多久 开盘之后没多久 他就来到涨停满 如果在今天股票创新高 我问大家 我是不是让买的人都赚 你们再看下去 王良开始准备要下去买股票的时候 股票还没有涨 对不对 可是在今天你们可以看到 股票呢 在开盘之后呢 不但来到涨停满 而且呢 还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今天是3月6号 如果你在新春开完盘之后 连续五天都买同一档股票 我问各位 不管过去的一两个礼拜 大盘是涨还是跌 你是不是都能够赚到钱 而在这个地方我要告诉你们 这一间公司现在呢 正在交易所召开法说会 而且他法说会呢 有谈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这一个重点呢 会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发酵 这是一个新产品 而且这个新产品呢 跟电动车有关 跟电动车的哪一样有关 我先卖个关子 但是我跟各位说 他目前手上呢 订单已经是满载 到今年的6月之前 我跟各位说 所有的产能呢 都已经呢 销售一空 你们再看下去 在今天王良会员手上的股票 涨停满创新高 让买的人都赚 其实 王良在鼓励大家 来跟着我做的时候 告诉过各位 我要全力买进的 是大股东 绝对不会卖的低价转积股 而他的大股东 买了多少股票 他的大股东 为什么不会卖 这一间公司 王良在买的时候 股价是低于30元 而且去年的第二季 第三季呢 已经损益两平 两大上市公司 参与私募 而且持股超过50% 这两间公司做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两间公司呢 一间是台湾最大的 车用二集体 另外一间呢 是台湾最大的 整流二集体 你们想一想哦 如果这一间公司 他已经是国内 最重要的Mosafi的供应商 而且Mosafi 现在还在涨 对不对 所以到今年的 六月底以之前呢 他的产能呢 已经是怎样 已经是全部满载 他已经是销售一空 而且呢 他还是呢 超快速的二集体整流器 他的品质 还领先国际大厂 光是看到这里 你们想一想 两大上市公司 参与私募 私募的股票 我告诉各位 三年不能卖 而且呢 他们手上所持有的 超过50% 如果50%的股票 未来的三年都不能卖 我问各位 那这间公司 丑码会不会很安定 对不对 如果现在Mosafi也在涨 然后呢 整流二集体也在涨 如果他的大股东 把他的产能给包下来 然后 然后到今年的一个 六月份 还有一个新产品要上市 我问各位 那在将来股票 还会不会飙 今天王良为什么要跟各位谈这些 我跟各位说因为做股票 你要有计划 你要有策略 你要知道你该怎么去做 你在将来才能够赚到钱 王良当时拟定了计划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来跟着我做 我会亲自告诉你要怎么买 对不对 我会亲自告诉你 它为什么会涨 甚至于它什么时候会开始大涨 原本王良的预期呢 是4月份要开始涨 是4月份要开始飙 可是我跟大家说 如果它现在就开始动了 那到了4月会员是不是可以赚更多 对不对 等到4月份又产生一个关键的利多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那股票很有可能呢 直接往上跳空开高 而这间公司 王良从新春开放盘之后 就开始带会员布局 而你们今天所看到的 是股票呢 来到了涨银板 而且创新高 而且让买的人都赚 今天全市场有哪一个股票老师 他办得到 我还记得这个盘涨到10937的时候 我也跟各位说过 我对其他的股票都没兴趣 对不对 除了他以外 王良连续带会员买5天 今天的涨停满 今天的创新高 是不是让买的人都赚 而且再来我跟各位说 如果这是一档低价转机股 这表示 王良这一波的策略呢 还有方向是完全的正确 怎么说呢 我曾经 在过年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新的一年将会是价值股跟转机股的时代 对不对 所以我请大家跟上脚步 我们所要买进的是低价转机股 5%跟10%不是我所在意的 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五成到一倍的获利空间 今天讲到五成到一倍 我告诉各位很多人心里想的是5%跟10% 我问大家 如果你要赚的是5%跟10% 其实很简单 只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可是王良想要赚的呢 是让会员赚到五成赚到一倍 而且我还知道应该要怎么做 比如说威胜 每个人都知道 王良曾经在1月31号公开操作 告诉各位 我在跌下来的时候带会员大买威胜 对不对 请大家看下去 今天的威胜涨到多少 今天的威胜涨到了24.8 而且威胜的股价还创下了破乱新高 今天是3月6号 威胜涨了多少 涨了91% 今天大盘涨了141点 或许有很多人心里在想 万一明天大盘跌了怎么办 对不对 万一后天大盘拉回要怎么办 我跟各位说 你们所有的担心 其实就是王良的优势 为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要看到股票涨 然后你才会觉得 这档股票还会涨 对不对 可是王良跟其他人不一样 就算股票跌 我都看得出来 哪些股票接下来会大涨 所以王良一点都不担心这个盘跌 王良一点都不害怕股票的拉回 如果你不相信 我证明给你看 请大家看下去 今天你看到威胜涨到了24.8 你要的是5%还是10% 还是五成还是一倍 王良曾经在1月31号告诉会员 定在13.1元以下买进威胜 超过13.1都不要买 我一点追高的兴趣都没有 但是如果让我买到了 我跟各位说 我要狠狠的让会员赚到一个大波段 对不对 1月31号9点32分 王良请会员定价下去买威胜 如果你以为 那个时候的威胜股票是大涨的 那你就错了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会想下去买 为什么 因为股票是大跌的 9点半的时候一个底加 王良是在跌的时候 带会员下去买股票 而且定价13.1买 成交在多少 12.95 而且成交完之后 我跟各位说 什么叫做天生做教命 你有没有看过天兵天将来帮忙 买完了之后威胜 直接往上拉 一拉就是14% 如果你以为14%很多 我告诉各位 后面还有更多 1月31号12.95买完之后 当天还在节目当中公开操作 为什么 因为全市场 结果我娘收到一封来自威胜的信 结果我娘知道 威胜接下来的转机信在哪里 对不对 接着威胜呢 从12.95涨到今天 标出了七支涨停板 涨到了24.8 股票创下了波乱新高 涨了91% 有那个名字 还是没有那个名字 你自己想看看 到底全市场谁最会做股票 到底谁把会员的利益 摆在最前面 今天就算你错过了 节目的一开始 我娘介绍的低价转机股 就算你错过了威胜 我跟各位说 再来我还有股票 因为新的一年 会是转机股的天下 到底我娘讲的是不是对的 到底在明天 我还打算再买进 什么样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在明天 王良还有一档低价转积股 要带会员下去买 为什么 因为现阶段 除了大股东 绝对不会卖的那一支之外 除了威胜之外 除了你们昨天所看到的加纲之外 王良还有一档股票 而且我认为 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 告诉过各位 威胜大涨了之后 我要全力推动 低价转积股专案 只要营收成长 获利增加 而且价值被低估 这就是我所要大买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在明天 王良还有一档低价转积股 要带会员下去买 而且这档股票 其实呢 跟目前市场上 最热门的题材有关 那么是什么样的题材 在待会呢 王良再告诉各位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你们要能够跨出这一步 来跟着我做 如果你想要买到 明天 王良想要买的 低价转积股的话 我告诉各位 你在今天办好手续 我会在开盘之前 就会通知你 不是在开盘之后 是在开盘之前 告诉你们 要买哪一档股票 要定在什么样的价格 为什么 我认为它会涨就像 就像王良当初 买这档股票一样 王良一个一个的通知 带了好多的会员下去买 接下来呢 你今天看到股票 创下了波乱新高 让买的人都赚 你看到王良所告诉各位的 一条一条的在实现 一条一条的在印证 那么就算你们错过了 我跟各位说不要紧 接下来还有机会 但你看到股票创新高 这证明了 跟着王良做股票 是能够赚到钱的 对不对 而且跟着王良做股票 我告诉各位 还有一个好处 你根本就不用追高 你根本就不用去跟人家抢 为什么 因为股票 其实只要你敢看好 它有的时候会震荡 有的时候会拉回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把握住那个机会 王良会不会把握那个机会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一波的威胜 涨到了24块8 今天创下波乱新高 对不对 今天涨了多少 到今天为止涨了91% 你说威胜 王良是在涨的时候去追的吗 在涨的时候去抢的吗 我告诉各位 不是 王良在什么时候下去买 王良买股票的那一天 还在节目当中 公开操作 对不对 1月31号告诉各位 定在13.1元以下 买进威胜 而且超过13.1元都不要买 当时股票并不是在涨 9.32分 威胜还在跌 可是王良看得出来 什么样的股票现在在跌 可是接下来会涨 对不对 所以买的比任何人都还要更便宜 而股票从12.95再来 从12.95买完了之后 到今天为止 标出了7支涨停满 而且创下波段新高 而且涨了91% 这就是低价转机股的威力 今天就算你们错过了威胜 再来我也告诉过各位 新的一年会是转机股的天下 对不对 所以王良已经锁定好了 就好像你们在昨天 看到王良买哪一支 王良昨天所买的股票 其实我上个礼拜五 有在节目当中预告 对不对 预告什么 预告说我要下去买加纲 不是吗 你们再看下去 上个礼拜五 王良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预告的 是不是加纲 当时告诉过各位 我在礼拜一 就会带会员下去买 因为我知道他的买点来了 那你说 家康昨天涨停满 今天涨停满 王良是不是用追的 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 王良希望大家 在今天要办好手续 因为我要在开盘之前 我希望能够在8点40到8点50的时候 通知到各位去买进下一档 我所看好的低价转机股 就像我买加纲的时候一样 就像我买加纲的时候一样 你们再看下去 加纲上个礼拜五 王良准备好 对不对 我昨天怎么买 昨天8点48分 礼拜一哦 盘还没有开哦 8点48分 王良通知会员 定在16.3元以下买进加纲 而且超过16.3都不要买 我跟各位说 我是在开盘之前 通知会员买哪一档股票 告诉会员要定在哪里去买股票 对不对 王良是不是用追的 王良是不是用抢的 王良是不是告诉会员 用市价去买的 我告诉你 都不是 没有人能够做到像我这样 上个礼拜五告诉你 我要去买加纲 而且在昨天开盘的时候 加纲还在跌 而且在开盘之前 王良请会员 买进的价格在16.3 这个价格在哪里呢 8点48分 加纲 还没有开盘 王良就通知会员下去买 定在16.3买 对不对 最低价是16块 最低价是16块 所以穿价全部都成交 今天做股票的最高进阶是什么 是你能够在跌的时候看出 哪些股票接下来会涨 对不对 我呢在开盘之前 就知道它会跌 开盘之前就请会员定在16.3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希望买到像加纲一样 买到像威胜一样的股票 无论如何 你今天办好手续 明天开盘之前 王良会亲自通知你们 就像你刚刚所看到的 这一个加纲 我是在8.48 还没有开盘 就通知会员定价下去买 对不对 就请会员定价下去买 而且呢 接到讯息的会员 你不但有这个相当充裕的时间 去挂单 还全部都能够成交 而且呢 我告诉各位 最棒的事情来了 会员买完了没有 我告诉各位买完了 大家上车了没有 上车了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加纲 涨停满 不但在昨天涨停满 今天呢 继续涨停满 而且是一开盘 就跳空涨停满 光是这两天 一档股票能够赚到23% 这个市场哪一个人办得到 今天哪一个人 在节目中拿出来的涨停满 会员不是用追的 会员不是用抢的 会员不是去买涨停满的 我告诉各位 只有我拿一个人而已 对不对 因为我是在事先 就做好了计划 事先就设定好了价位 事先就决定好 我要在哪里去等他 如果我都决定好了 我为什么不能够在开盘之前 就告诉会员 让会员能够轻轻松松的去下单 接下来你所看到的 是16.3买完之后 加刚涨停满之后 今天呢 再涨停满 短短的两个交易日 我跟各位说23% 在大家的面前 这边叫做购票 而且在昨天我跟大家说 大盘它不是涨的 对不对 可是我在乎吗 王良在买威胜的时候 在乎吗 我在乎的是 我的股票 买点 漂不漂亮 对不对 就算昨天大盘拉回 我跟各位说 王良照买 就算昨天大盘杀尾盘 王良所买进的加刚呢 照样涨停满 开盘之前8点48分 通知会员买进 收盘股票涨停满 今天一开盘呢 又是跳空涨停满 短短的两个交易日 加刚呢 从16.3涨到了20块钱 创新高 今天如果你错过了加刚 我跟各位说 没关系 因为再来还有股票 王良刚刚跟大家讲过 我有准备好 明天所要买的 我在开盘之前呢 就通知会员 开盘之前呢 就告诉会员 要在哪个地方去买 要定在哪里 然后呢 股票为什么会涨 而它跟什么有关 我跟大家说 它其实跟目前最热门的 挖矿的题材有关 如果有一间公司 它跟挖矿的题材有关 但是哦 它不是汉逊 它不是利台 它不是印太 它不是任何一档呢 你们认为 现在应该要去追高的股票 它现在还在低档 而且 营收能够成长 获利能够增加 而且价值又被低估 我跟各位说 这就是王良明天 所要买进的低价转积股 而现在呢 它就在大家的面前 我跟你们说过 不用追高 也能够买到好股票 王良可以在昨天 8点48分 通知会员买进加钢 连续两天加钢涨停满 我跟各位说 我也可以在明天 开盘之前 再通知会员买进一档 全新的低价转积股 所以如果你想拼 我跟大家讲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前10名把电话拨通的人 王良除了会给大家 一个最大的优惠之外 我还会在开盘之前 就告诉你们 今天要定在哪个价格 去买进哪一档股票 如果你想要 请你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 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祝大家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明天见 拜拜